mic trippa yeah trip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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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咱們天前會 今天這一集呢我覺得非常地精彩 沒有錯 我今天就只希望說 大家不要為了今天主題 吵架吵起來 不會... 我們先說 今天不要打架 不要吵架 不要走心 對... 然後因為我們今天分成 然後因為其實呢 我們今天這一集厲害 就是我們的 沒錯 亞洲排行大亂鬥 YES 大亂鬥 誰是... 誰是... 好快喔 小劇人 大家就在台灣 我們就先來一個 台灣第一名 好快喔 我的天啊 你們還贏韓國耶 而且還贏了日本跟泰國 對... 不是要我放在眼裡 好... 他真的沒有怨啦 我是台灣人 沒有愛心 你是不是... 他是相互第一名吧 相互不一樣... 所以你們覺得這個 可能是什麼排行榜呢 是 台灣是NO.1 那是正妹舉數吧 對... 是不是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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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對的 因為裡面有泰國啊 泰國啊 對... 好 所以他們那其他人 有覺得這個是什麼樣的排行榜 健保吧 健保 你說醫療嗎 醫療 對 好... 愛喝飲料 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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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果最多的 珍珠最多的 應該是夜市 夜市 夜市是最多的 國習問題最上發生的 沒有夜市啊 國習問題 國習問題沒有夜市 對 這都有啊 好 我們看看是什麼呢 全球 我們今天排行榜 好 謝謝... 注意喔 應該... 不是亞洲 是全球 是全球 對 全球 所以我們不只贏他們 還贏了他們 太開心了 厲害喔 我們今天可能沒有要保護 我們自己國家 還這樣講 我們今天手不要 保護國家 我不管 所以你們認同這個嗎 你們覺得有人嗎 當然啊 當然啊 對 真的啊 你們說醫療 我覺得其實不是就醫療 我覺得是疫情的 我覺得台灣是第一次 因為它處理的方式 我覺得真的是全世界 我覺得算是最好 對 現在全世界都知道 對 南韓也是不錯 一開始他們很... 有一點... 糟糕 嚴重 有點慌 可是後來是 體力都還不錯 對 他們弄很慌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那個... 跟疫情真的是最棒 泰國第四名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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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九第四名耶 當然啊 那是當然啊 泰國醫生很厲害 好多喔 真心 不是說醫療保健 是說醫療保健 醫療保健是整個機器 不是只有醫生很厲害 我覺得日本的皮膠沒有那麼好 為什麼泰國第四名 因為我記得日本看醫生是很貴啊 沒有啦 很貴 然後我就是在那邊 他們沒有說什麼 因為我之前也是住過在日本 在出感醫生的時候 他就說 你回家休息就這樣 然後都不給你腰啊 不給你什麼就這樣 他們一直叫你喝水休息就這樣 對 我覺得 日本的醫生不要相信 日本的醫生 我知道 因為是我 我是那個感冒的時候 容易就會發燒 會超過四十日的 可是四十日的 難怪你最近腦筋都怪怪的 不是 本來就是這樣 我把這個叫 我來怪怪 我來說 然後我想說 你像樣子 你現在在床上躺四天才起床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常常會超過四十日的 可是我是 所以可能我遷就一定要 第一名應該是我 你覺得他腦袋有沒有傷害 等一下 你說你會流神絲 你感覺他就好了 對 哈哈哈哈 她是你狗狗狗 她是公司 她是這個狗狗狗 她是這個狗狗狗 真的 真的 她公司是這個狗狗 我覺得最恐怖 我錄影前 她是說我不相信醫生 但是覺得她比例上厲害的 對 我就覺得我很厲害 應該第一名是我了 沒有 其實我告訴你 我覺得沒有人 任何人會去找你 我感冒的時候 我根本不會去找你 幫我醫療 好嗎 好 那下次我感冒的時候 我錄影一下 好 謝謝 國務機觀眾朋友 還有網路的朋友 如果真的生病 真的要看醫生 對 千萬不要看什麼 不要看前床 搖眼 搖眼 但是我們今天呢 我們要談亞洲很多很多排名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呢 其實還有很多排名 我們來看一下 沒錯 接下來 下一個 這個第一名是新加坡 第二名 香港 第三名 台灣 第四名 南韓 第五名是日本 你們是日本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肉依你日本人 好 不是 你們那麼開心 那個是好還是不好 沒有 你們覺得這是什麼排名 對 是什麼排名 還有新加坡 這個帥哥 好 謝謝 真的沒有講到 真的 H新加坡 你也覺得帥哥很多嗎 他在家裡帥哥 應該這樣子問 你去過新加坡 去過 你看過新加坡普遍的男生 我這個樣子 這個標準算是 算帥 所以你已經 但是他已經輸出到台灣了 所以新加坡現在還是比例上 比較少 新加坡又倒一個帥哥 那時候他已經在新加坡 平均一次就降低了 對 靖倫 你說真的啦 你不要開口講 說真的 好 如果只擔心新加坡的話 我會說是機場 對 國際機場 因為是第一名 但是如果加上這些排名的話 我覺得是 我簡單說好 罰款很多 像是丟垃圾好了 是 第一次出 出飯的話大概是 1000 不超過1000新幣 1000是21000 現在掉了21000 現在22000 丟垃圾 然後 如果你第二次再犯的話 就會雙倍 你是說我丟個垃圾 被抓到開單 就21000一起跳 對 所以不超過21000 你說垃圾是 發票嗎 不小心發票掉了 這個我要解釋 是家庭垃圾 還是就是 都算都算 對 以法律上合格的話 如果有一天你在快餐吃東西 你不是會有紙巾放在上面 突然一陣風吹來 吳吳 掉在地上 你們不去撿喔 就是你丟了 算了 真的 這樣就可以 這樣在法律上是 算你 亂丟 只要同一陣 另外風的關係 那不管你 那是你 你讓他被風吹走 你不去撿 所以衛生紙也要綁安全帶 會 那如果他就一直吹走 然後你就一直跟著他 那就不要被抓到就好 好 還有另外一種 好 把錢 把錢 把錢還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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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 台灣第三名好嗎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那個 垃圾圖路 不是很多人會丟滿了吧 都丟滿我 放旁邊好了 一起 這不算 這樣也算你亂丟喔 那如果是第二次犯呢 一樣就雙倍 第三次或以上就 可能我不知道 更高 沒有啦 沒聽過 這好可怕的 太可怕了吧 最會變形嘛 所以你覺得 不然你會來台灣 對啊 好拘謹 對 那我曾經就有 本身就有經驗 我朋友在我旁邊抽煙 他煙蒂就這樣丟在 我們在一個 酒吧很多的地方 對 就有一個穿便衣的 他就走過來說 先生你剛剛是不是丟了煙蒂 哇 他沒有穿那個制服 他有點像是那種 你知道停車旁邊檢查那種 對 旁邊有一個腰包 然後拿這個東西 可能要掃描你的身分證或什麼 他說先生你剛剛 那是不是你 然後我朋友嚇到 趕快把煙蒂趕快剪下來 說對不起 反正要罰他300塊 對他一直跪著 對不起 在家裡也有困難什麼什麼 就一直跟他擄一隻 擄一擄然後說 好 你下次不要再 而且他不是一個人來 他是三個人一起來 哇 他這麼嚴重 就很可怕 莫名其妙 滴滴五分鐘後 三個人走過來 是不是你們的很多這樣子 民間的這樣子的警察 他不是那種什麼正義達人 不是之類的 是警察 他是 他應該是衛生署的人 衛生署 就專門在那些 可能比較多人會去的地方 他會在埋伏在父親 蠻嚴重的 好 OK 我覺得 應該是房價比較貴的國家 其實 日本的是滿便宜的 日本嗎 對 日本還滿便宜的 如果東區啦 如果以日本的精華區 東京的話 差不多 多少錢可以買到多大房子 對 對 我查的是 這個是福岡的房子 一個獨棟的 台幣不到兩千萬的 這個是福岡 那個仙罐嗎 福岡算是 福岡算是區 沒有啦 誰說 福岡也有市區啦 有 這個是客廳 很大的 天啊 好高級喔 福地就66點 房子就44點 這樣就不到兩千萬的 然後 對 剛剛你說福岡是三下對不對 對 那比如說東京比起來的話 這個是東京的那個 豐州你知道嗎 最近那個 比較年輕的喜歡的地方 豐州的高層的公寓 這個也是不到兩千萬 一部不到兩千萬 不到兩千萬 幾坪 二十五坪 二十五坪 可是日本的一坪是 空洞比台灣的一坪大 你們是算平方米 對 因為兩坡 畢竟就一坪 對 你們是平方米 對 然後像這樣子的 就裡面就 當然是像這樣子 漂亮耶 OK啊 那完善的話呢 風景是這樣子 哇 那不是一零一彎嗎 不要高兩千萬 平空啊 沒那麼高 這樣子 這樣子的房子 這樣子的房子在香港 可能要兩億喔 當然要 房子就兩千萬的 你知道我們好想而已喔 你確定嗎 我不相信那個價錢 但是日本其實不貴 真的 日本其實沒有台灣貴 為什麼台幣那麼貴 這個是那個 在哪裡 台灣的 對 天姆 天姆的四十年的房子 這個就兩千三百萬喔 那是多少 各位裡面 各位不是一整片喔 是裡面的一個窗戶喔 這有一個喔 裡面是這樣子的 Oh no 但是你看四十年的房子 就要買兩千多喔 對 這個就已經兩千多 然後台北地太少 東京這個就兩千多 還有福康的話 還可以 活動的 真的還可以 這樣子就兩千多 還可以看 所以我覺得它應該 所以你覺得是房價 對 我覺得喔 因為照這個排行 我覺得應該是 最好的國家吧 新加坡英文很好 對 因為我覺得新加坡 有三大種族啊 跟馬來西亞一樣 所以我覺得那是 就是必定的那個溝通橋樑 再來香港 但馬來西亞怎麼沒有上網 對啊 我也覺得很懊惱 為什麼沒有馬來西亞 可是如果是英語才圖 怎麼會有日本呢 耶 我還沒講完 這幾年不錯啊 年輕的英文 年輕人 對啦 後面不會講而已 很會寫 因為香港我覺得它也是那個 還是經驗中心啊 所以英文我就覺得 說它是最好的醫生 我什麼 他講什麼 我都相信 下次下次我建議給你 你生病還是我過來 我家 我怎麼不敢啊 所以你覺得是英文程度 對 因為我覺得 台灣排行第三 我覺得合理啦 合理啦 就是教育水準也還不錯 所以我覺得 比南韓跟日本來得好 應該也很合理吧 如果以台灣第三的話 可能是魚種的多啊 什麼 魚種 就我們講了很多 都不同的 對 我以為是魚耶 我以為是水準 不是那種魚啊 因為很多方言 不同的 對 這都是亞洲人的看法 我們看一下西方人的看法 新加坡不是 有錢人還滿老的感覺 老 可能是 這越來越年輕 有錢人年齡平均最高的國家 高松 因為像美國的有錢人 當然我們也有比爾蓋茲 他也滿老的 可是就也有很多年輕人 比方說Facebook的那個 Zuckerberg啊 或者那個Ellen Musk的那個Tesla 他們都很年輕啊 而且他們都是 20出頭 主客補王才是1984的 才36 對 好年輕 所以都很年輕 我覺得可能這邊有錢人 有很多有錢人 可是他年齡最高的 對喔 就是高收入者年齡超過 可能幾歲的 對 不過剛剛那個排班 我會想到的是 不是最大的機場 但是是 最忙的機場 因為新加坡我沒去過 但是我一聽到新加坡 我會想到機場 轉機轉機 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香港 香港我也是上上菜那邊轉機 台灣也是台灣要出那個 第三個航 第三航下 對 所以代表就是 有人要轉機吧 遊客數很多 對 所以我會想到是這個 有可能喔 對 亞洲最忙機場 你剛剛說亞洲最忙機場 你只有答對了一個 Yay 沒錯 然後因為我們國際機場協會 有做了一個調查 然後其實最忙的前五個是 北京的首都機場 還有東京的雨田機場 和香港的國際機場 和上海浦東機場 和印度的 印迪拉甘地國際機場 是這嗎 沒有 是這嗎 台灣沒有 沒有 我覺得台灣 就是這幾年比較少轉機 大家可能比較常去日本 或是新加坡 對 好 所以到底是什麼呢 觀眾朋友不知道我們猜到 來 猜 猜猜 猜猜猜 這麼快 猜猜猜猜 猜猜猜猜 怎麼會 不是一盞茶 認同 有嗎 認同 但這不是是團隊嗎 怎麼會 怎麼會 等一下 我們給 要校還沒退的田中 怎麼會 我們是第五名 韓國我是第四名 對 但他們這幾年 科技是不是發展得真的不錯 不然你覺得你們應該第幾名 當然第一名的 對 還會 還會 你們是什麼人才 我們是對工作很努力 很加油 我們知道 可是不代表是人才 對啊 一定會 我們一直在叫財 你一直在叫財 我一直在叫財 你說不出東西 用我看看 用我看看 我們用一頓時間了 對不起 我 我相信你的啦 田中啊 而且剛才皓如超... 你都發燒了 剛才皓如超壞 人才跟奴才不一樣 所以今天不是 亞洲奴才排行法 奴才 對 對 不要這樣 對 沒錯 可是他常常發燒了 幹嘛用他 真的 我們問他嗎 我是同意 因為... 因為日本什麼都同意 哇 沒有 太好了 因為其實... 我覺得人才這個東西 因為我覺得是教育的 有關的是教育 因為其實南韓跟日本很像的是 我們的教育是你要背下來 你要一定要一個制度性的 你要怎麼樣的控制 就是一直要這樣的方式長大 所以我們覺得人才的 聰明 就是考試好的人是很多 但是真的人才 其實我覺得都沒那麼多 但是新加坡 怎麼那麼謙虛啊 你怎麼謙虛 我怎麼開始有點欣賞南韓的 因為我想要跟田中富一樣 對 而且剛剛不是 我們不是說這邊 你說魚種也很多 對... 其實也是比較多元文化 你看比較多元文化的國家 是還在比較前面 可以吸收各國不一樣的 所以主要是前面這三個國家 比較能夠講中文跟英文 因為後面這個就沒有中文的能力 但通常被找到西方 通常中文跟英文是最必須的基本 但其實我覺得韓國應該要在前面一點 這幾年我覺得我常常看 因為在越南 常常看到一些韓國的報導 然後我常看到一些韓國政府 他們這幾年都 特別是這個BK21 Plus 他們之前是BK21而已 後來就是再加一個 這個是什麼 它是一個工程培養 訓練人才的工程 對 他們每一個專案 每一個計畫是差不多七年 然後他們政府投很多錢 像這一個 他們只投2.5億美元 美元 然後每一年 就是他們會最後要培養出 一萬八千多個 縮士跟博士生 那這些人應該是以後就是韓國的 菁英 所以如果明年或後年 可能就是南韓在最前面 對 他們這幾年真的很厲害 因為政府會一直鼓勵這種東西 真的 而且有沒有 南韓人個性又謙虛 對 謙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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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裡面 沒有 真的 我覺得我們盤版就可以多做 我覺得看盤版好好玩 真的 看盤版好好玩 互相攻擊好開心 大家都不能輸 大家都不能輸 好 接下來 有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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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台灣南韓 是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有台幣 這裡是越南 胡志明 新加坡 是新加坡 好 蒙古也來參與角 排名比胸比狠 我會在家 誰做的 真的 我不要講的話了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排行榜 加個蒙古就突然想不出來 對 對 誰的民族性表情 對 因為南韓人很團結 對 而且我剛才講 對南又越南幫 外國的一些Gangster就是 最可怕的就是韓國 或是越南那些 因為譬如說 被欺負一個人 整個團會打他 韓國就像虎頭鋒一樣 你弄他 我告訴你 完蛋了 你也太厲害了 我好像沒有看到 日本這兩個字耶 沒有 太厲害了 但是想先提醒一下大家 這個不一定是好的排行榜 真的 所以你真的想入榜嗎 那不用 對 它很乾脆 可是我覺得 只要台灣是第一應該是好的 台灣第一好的 對 因為台灣太多好的人 對 對 嘴巴 你在吹嘴巴 沒有 是少了泰國 我是真的是 可是這邊 這邊每個地方都是城市 只有新加坡 所以不是整個城市 它不是台灣 它是台北 是台北 是城市 因為新加坡是小的 來 你們覺得 這次在排什麼名呢 我覺得如果以台灣 以台北特別的拿出來的話 因為台北也沒什麼特別的 大概就是交通 你給他 怎麼沒特別的 有意思 你說台北 我們是謙虛 因為你要想它是城市 所以為什麼會台北拿出來 不是台南 不是高雄 不是屏東 那屏東什麼有黑鮪魚 台南有很多小吃古蹟 台北你就想 那大概就是 交通最方便了 因為你住在台北 像認識很多外國朋友 然後幾乎他們不需要買任何的 在台灣不需要買車 對 真的不用 隨時隨地可以借到 七五百五 我最近每天都七五百五 真的 要要騎腳踏車 然後摩托車也可以 可是這樣馬來西亞 不可能覺得 馬來西亞的交通真的 對 馬來西亞 對 沒有車 對 那越南的那個 它雖然說越南的大眾捷運系統 沒有台北那麼方便 但他們的 對 就是你隨便早餐做 怎麼做到哪裡又 而且又很便宜 對 非常的棒 會不會是早餐 因為越南的早餐很好吃 我覺得你會講一些 有建設性的問題 因為我會 誰會排早餐排行房 因為我很注重早餐 你知道嗎 又來又來 台灣早餐真的超滿足的 他很注重早餐的事 還有我們去越南外景 那個早餐好好吃 不會不會是那個 油坡早餐也是 自由行 因為外景不想吃你嗎 自由行最受歡迎 我們在聊早餐 他不理在他啦 好 那豬兒妳覺得 因為都是 那個都是當地國家的 那個首都耶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因為台北的話 就像安妮剛剛有講 就是交通非常方便 然後泰伯姐也有講說 非常的方便 馬來西亞的交通 我覺得基隆坡是還好 可是因為吃喝玩樂 都應有盡有啊 所以我覺得也很合理 然後像越南的話 我朋友前陣子去越南 我要拍超多 超漂亮的照片 其實很好玩 對 我覺得超漂亮 然後新加坡雖然它是一個國家 可是因為它的土地比較小 那我覺得像 有些我朋友很懶得 找景點的話啦 然後如果去新加坡 搭捷運就可以 就可以玩玩整個新加坡城市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旅遊吧 真的耶 我覺得旅遊好 可能是 旅遊家吃的 旅遊家小吃 早餐 好吃又好玩 對 這個旁遊版滿有趣的 我們下一集再公布好了 我們現在 不行 好吧 最好難 我們來看一下是什麼呢 人情分析 最適合外國人居住的餐廳 好 太國人很厲害 真的 你們認好嗎 真的 太國人 這個還滿認好的 但是我不同意思 為什麼沒有曼谷 對啊 曼谷很滿說外國人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泰國人很情緒化 就是他一下子很 他一下子很歡迎 你上計程車 或是坐車 他們都會 騙人 但是突然旁邊有一個機車 騎過去他們那個計程車司機 拿那個彈弓出來就 你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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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彈完他以後會 然後他 你來什麼 真的假的 很麻煩 我覺得泰國是好吃好玩 但是交通有點不太方便 對 因為你們塞車太厲害了 我覺得玩跟住的差別 但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很愛泰國的 如果說這樣說的話 曼谷 你怎麼越講越... 真的 沒有自信 我們去兩三次 你都常常去 去住對不對 沒有 而且我去泰國的時候 像你在台北 不管坐計程車 胡志明是他們計程車 他們就是 我們大家都很真誠 可是我在曼谷坐計程車 被繞路騙了好幾次 對啊 遺址真的嗎 真的 然後還會太會 很難鑽 然後還會繞到一個小巷子裡面 然後就停在小巷子裡 然後問我 然後拿出一個那個 戶備的一個東西 問我要不要買 對... 然後沒有買他才繼續開車 因為那邊是比較喜歡觀光啊 好 那 田中 你認同嗎 當然是我很認同 因為我本來我住台灣是 住一年而已 那個預計嘛 對 可是已經快二十年了 為什麼 是因為 回復去 這段路 你現在回家的路 有 忘記回家的路嗎 有沒有 摔過頭 摔過你的地址 你現在要整個飛機 他不會擁有 你的地址 他又高發燒 對 我記得 他們家的人 沒有 我講台灣的話 我不要入貨海關 因為台灣的那個角度很好了 我也可以說一下話嗎 好啊 可以 我住過很多的地方 但是我在台灣已經九年 然後剛好三個禮拜 我到台灣又九區了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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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棒 真的 所以以後可以常常看到他了 好開心 對 那你剛剛說 你每次都騎U-Bike 在台北對不對 對 我最近每天都要 你都騎哪一段 躲在哪裡出現 不好意思 這個不是說節目內容 不回答 因為可能粉絲朋友 可能有時候可能會遇到 不回答 不好意思 但我想問你 但我想問你 你覺得台北有什麼 讓你覺得 你很想留下來的地方 好 安靜 旁邊 安全 人好 早餐好吃 好 晚餐也好吃 好 有工作機會 嗯 其實什麼都好啊 因為你以前在日本 待過滿長一段時間對不對 但最後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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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是在日本待了多久 三年 三年 然後最後決定還是留在台灣 對 就是因為剛剛那一些 對 我覺得最大的差別 日本人 我真的很道歉 沒關係 日本人不會 不會給你感覺你在家裡 但是台灣人有 我在台灣我真的在家 對 但是在日本的時候 你就知道 對 有那個差別 人跟人中間會有那個距離 你就知道你是外國人 但是在台灣 我有時候真的忘記我是外國人 然後有時候人家跟我 那你要記得照鏡子啊 照鏡子 照鏡子 我真的又是不穩積 然後又等我回來 妳是做人嗎 妳是做人嗎 服飾被服飾 然後沒有換機了 其實妳認同 我認同 因為自從那個 現在那個疫情之後 我更加覺得 台灣適合外國人住 為什麼 因為那個除了 醫療配套啊 剛剛有說什麼都很好之後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買口罩那個APP 然後我去看那些下載APP之前 不是都會有人在那邊留言 妳要給信心嗎 我看到有一些外國人 就是寫說他為什麼只有中文 不會用 然後過了好像兩天 因為我要去買口罩 他不是偶要妳更新一下嗎 我又看到了 那時候已經有 英文的那個版本 可以讓那些外國人去用 所以我覺得就是 台灣政府有看到有一些 如果是不是使用的 很友善的時候 他就會就是按照那個時候 會更新一些版本 給外國人去用那個APP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都讓妳想哭啊 我知道為什麼都很感動 為什麼台灣對我們這麼好啊 我真的這樣哭啊 這個我要補充一下 我要補充一下 不只是英文啦 因為講到政府的話 還是要感謝 因為現在不只英文 還有泰語 妳說口罩的那個嗎 對 真的喔 妳說真的喔 越南華 對 印尼 菲律賓都有 沒有 我都只完了 沒關係 我們加油 這個是他們是要針對 還有來台灣工作的 外籍老公 這個也是滿貼心的 而且不只是疫情 對 管我們報稅 其實我第一次在台灣報稅 我就覺得 就是這麼簡單喔 真的很簡單 他們就是安排那些大學生 就是專門幫助這些外國人 對 他們承認就是那些東西 然後妳在美國 妳都要付好多錢才可以報稅 然後妳還是可能會添錯 就什麼都不懂 對 這邊妳就拿妳的身分證給他們 然後他們就OK 現在是講異形了是嗎 沒事 我還會講完耶 妳只要進來台灣 妳們就是我們的人了 真的 因為可能一開始那個APP的設計是 先求有再求好嘛 所以它現在這個版本 中文然後英文 然後泰文越南越來越多 我覺得就是越來越好 我今天想到一個是便利商店 台北非常 超級多 超級多 很方便 外國人也很容易 想買東西 二十四小時都可以 另外一點是天氣 如果新加坡跟馬來西亞 一直住的話會太熱 至少台北它是有一個四季的變化 會比較適合 有些外國人他們都是有四季的嘛 會比較覺得有家的感覺 對 而且我之前聽到外國朋友說 他覺得台灣的便利商店方便到 他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他朋友來到台灣的便利商店 發現台灣便利商店什麼都有賣 舉翻內褲啊 對 然後什麼可以吃 通通都有 衣服 房租 外泡 水 加起來 便利商店 對啊 我進去便利商店太離奇了 而且你在那邊繳那個 繳你說的那個 水 水電費 他也會給你咖啡 他也會給你咖啡 你也給零錢 你說我去Saven Saven真的很厲害 你一出那邊你扶你的房租 然後扶所有的什麼店 繳稅也在那邊 而且店長還會開場 買個零口罩 還剩一半 加咖啡 對 加十五塊 還可以祭杯 對 你們不要再講了 我不要再唱天了 好 加上的話 因為住外國的話 一定需要當地要賺錢的部分 一定要考量 因為是生活 但是其實台灣的收入 跟其他什麼新加坡 想要比較的話 其實不高 對 但是其實台灣人的一個好心態是 用這麼少的錢 也是生活的都是很幸福 對 他們會滿足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 住這個地方是滿不錯的 幸福跟錢是沒關係的 本來我想要長這樣子 來不及啦 那你上次就長了一點橘子 腦子太慢 腦子太慢 外國人比較容易開 就比較簡單 創業那些也是比較簡單 台北 你要開 比如開公司 開餐廳 都方便 你看 天總就是 這麼不舒服的狀態 還是開了四家餐廳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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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啊 可以開始 可以配炸柳橙汁啊 沒錯 好 接下來 來看下一個 第一名是韓國了 韓國 第二名是越南 第三名泰國 第四名蒙古 第五名造國 第二名日本 這什麼 這難猜 好難喔 很難喔 好難喔 我覺得他 脾氣不好 對 因為男人脾氣很好 泰國人脾氣也很好吧 對啦 越南不知道 可是泰國也 我有聽過脾氣不好的 誰說的 脾氣那臉就是告訴我們 你脾氣不好 你說脾氣不好 你把香港排在哪裡啊 對啊 脾氣不好 香港一定是第一名 香港有好可能 脾氣不好 脾氣不好 對 你沒有看我在笑嗎 好可怕 你不會害他跟雙胞胎 不是脾氣 因為真的 我在美國的時候 我遇到一個韓國人 他真的很兇 如果一直去餐廳 對啊 韓國人真的滿兇的 對 之前一直去餐廳 我問他 你要吃什麼 他會生氣了 應該是因為他跟你講 因為他的關係 因為他跟雙胞胸的關係 一個韓國人 不能代表一個 一整個國家嗎 對啊 沒有國際觀 對 所以... 好可憐 發給人第六名了 你是不是很發言 好不容易排名第六名 還被罵你 好可憐喔 好 我不要講話了 好 所以你覺得是脾氣 你覺得是脾氣 還在那邊 我覺得這個排行榜 加個蒙古就突然想蒙古 就覺得是蒙古 對 蒙古看不到 對啊 好奇怪 一看到這個排行榜 有韓國 越南 泰國 這一些的 我就猜到是應該 韓國第一 如果加上蒙古 好像有可能 蒙古 沒有 蒙古 太難開朗了 好像是喔 韓國第一是 真的他們好愛喝 又喝不斷不了的喝 然後越南呢 越南也會喝 啤酒很會喝 他很愛喝 泰國呢 會喝一點 不斷 沒有 每天就很會喝 對啊 每天喝而已 會不會是 誰的民族性比較強 民族意識 對 國家民族意識 這些都很硬 因為南韓人很團結 對 而且剛才講南韓都變了很像 邱恒傑說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 對 我也覺得 因為我聽說韓國人在國外都很團結 他們都很幫助自己人 不能被欺負 然後越南人民主力是很強的 對 只要說越南壞話 整個全都越南人就來了 因為我美國朋友說 外國的一些Gangster就是 最可怕的就是韓國或是越南那些 因為譬如說 被欺負一個人 整個團會打仗 整個團會 沒有 比如說韓國 就像虎頭鋒一樣 你一弄他 我跟你講 全都會 對 好像全都會 在外面會幫助自己 對 海外 好棒喔 好像滿有道理的耶 但是就是這個吧 民族意識 酒 酒 很厲害喔 這個是這個民君子來說 我會喝 所以韓國第一名我覺得合理 我是如果說的話很認同 因為韓國喝酒是 已經一個文化 加上一個義務了 所以你 義務啊 對 因為是通常韓國的大學 都沒有義務 不是未成年的話 可以喝酒的法律上 可以喝酒的話 幾乎都要喝酒 除非有病的人 才我們不會讓他喝酒 但是你要出社會的話 大學生 對 或者上班 一定要喝酒 這樣才有 而且男女都是嗎 對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 如果韓國人喝酒的話 韓國人覺得酒量也是滿不錯的 我可以了解你的感覺 你是亞洲的代表 只會喝酒的 我是這邊的 真的耶 對 所以我覺得韓國的 因為一種文化 韓國人跟日本人 像的是 下班了 那就一定要去喝酒 羅斯人在上班就喝酒 我不知道為什麼 輸了 對 韓國是個酒 我覺得應該越南要排在 蒙古跟日本的後面 因為越南雖然很多 你們去越南看 很多越南人會喝啤酒 但是越南的啤酒很淡 然後 酒精濃度也不高 對啊 然後 所以才喝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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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最多 還是不知不覺 你們已經酒精中毒的都不大 因為都喝不醉 就已經喝以自己壓力的水 沒有 我覺得沒有 那邱兒妳自己愛喝嗎 妳自己 還好 就小喝 妳上一次喝酒是什麼時候 昨天 這好 昨天 沒有 就每天晚上 每天晚上我都喝一點點而已 真的 每天晚上我都喝一點點而已 真的 每天晚上我都喝一點點 每天晚上都喝嗎 睡前喝一點點 這就是酒櫃的感覺 真的 我真的愛你 妳說妳每晚喝一點點 是喝威士忌還是啤酒 還是紅酒 白酒 就是主要是威士忌跟紅啤酒 就是 這兩種 OK 妳的回答我們了解 那安妮妳也是每天都會喝一點酒 不會喔 我大概一個月都喝酒 但是我喝倒幾 我真的喝倒 我不知道我怎麼回家 一定要喝到回不了家才會 對 對 我喝一點點 妳姐姐一起喝酒 我們兩個一起喝酒 妳可以分享一下 她酒量真的很好 真的喔 不過她喝完以後還說 我還要去跳舞 我就說那我幫妳顧包包 包包妳放掉 跌倒 我到底整個人最痛不行 當然在跳舞 她還幫我擋一些蒼蠅 好可愛喔 妳們都是清醒到回家 我一邊跳 我那邊跳 我一邊跳 她有小孩 走開 我一邊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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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都很頭上 喝酒適量 喝酒適量 這樣聽起來 亞洲國家真的有好有壞 但我也很想問問大家 就是今天 如果要妳當我們在座 某一個國家的人 妳哪一個是最想 哪一個是最不想 先是最不想 我們先講一個最不想 當哪一國人好了 最不想 韓妮的民族是有二強都不想 都不想 不是 韓國人都不想 都不想 他們都很韓國 真的 你就是很韓國 對 然後小獅有多厭世 你看 日本跟新加坡哪一條 奇怪 敬如也是不要當韓國人 韓國 田中妳為什麼 田中不想當香港人 我不想當香港人 為什麼 你小心一點 香港人在妳旁邊 對 沒關係 她也不想當妳 因為我覺得 香港人現在比較不好 妳有事嗎 太好耶 差一點 差一點 不是 你的 你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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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近沒有看 郭富翔的那個演唱會嗎 沒錯 而且這句話從她嘴巴講出來 因為 因為啊 如果是全部亞洲人站在那邊 那怎麼確定 那個人是香港人 怎麼說 我看的時候是 腿 腿比較短 就是小朋友 好 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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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下一個腿桶 不就是我在下一個身高矮一樣嗎 對啊 你跟她一樣高 你跟Jenny一樣高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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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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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Jenny的身高 你有看到嗎 其實她們有比你矮 我覺得 她是說平均 對 平均 我這個是十幾寸的腿耶 很OK 對 她十幾寸的腿耶 很OK 對 香港巨大不易 吃喝拉桑 全在一起 香港的房子是太小就 很像在廁所裡面 睡覺那一種 其實如果這樣子 稍微 覺得妳這樣很多嗎 這樣很多嗎 這邊就是什麼 滿多的 有可能是一家子人 小孩可能你吃飯讀書 就把廁所的板子放下來 小孩可能就在上面寫功課也有可能 這種其實也不便宜耶 六千塊吧 一個月 港幣 還有一個理由 還有一個理由 是剛剛我說那個 台灣的房子很貴對不對 對 可是香港的房子是更誇張的貴 對 然後好像我有看過一個圖片嗎 圖片是香港的房子是太小就 很像在廁所裡面睡覺那一種 他們就轉身去廁所 轉身就是那個房子 至少廁所跟房間我們會 至少腳也能夠打直 對 然後我之前好像有看過 Pada的節目 他們去香港拍那個房子的樣子 是 有 我們還有畫面 我們今天還有VCR是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 VCR 其實這邊是 主要都是你用頭隔板 大概後面其實 這是整個家庭嗎 對 一個床部的大小 對 然後 OK 還有一個人 其實可以用這個 很久沒開 很久沒開了 就目測來看 楊大哥的家差不多就是 一又四分之一桌求桌的空間 扣掉擺放的東西 活動範圍只能躺或坐在床上 不瞞您說 能坐還算好 據說有些房間甚至只能躺著 家徒四壁的情況下 就像在棺材裡生活 好可憐 其實如果這樣子稍微拉開 放一半 這邊就是廚房 這邊就是廚房 蠻多的 廁所 廚房放在同一個空間 衛生問題讓人疑慮 理解只說習慣就好 簡單幾個字 道出生活的無難 因為日本很小 很小 很小 我想說這種房子 你說香港多不多 多 可是沒有到非常多 因為這種通常都是 通常那種黑心的房東 他把一個正常的房子 格局 格局 格到根本就是 如果我是火災 你根本就是逃不出去的那種 住那種大概一個月要多少住 這種其實也不便宜 因為香港就是地小人多的地方 這種可能要到 一個月 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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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看它其實也是自己一個 獨立的一個空間 因為有一些是還要跟別人討論 妳是說 你們有聽過龍屋吧 跟別人是剛剛那樣子的空間 裡面住兩個三個人 有可能是一家子人 小孩可能你吃飯讀書 上廁所你就把那個板子 廁所的板子放下來 小孩可能就在上面寫功課 也有可能 他是一個人住在這個地方 有些是 辛苦 上下鋪上面的人 你不認識下面的人 然後會有一個好像籠子這樣的東西 拉這樣子 就是自己的私密空間 就是一個板子而已 對 可能那種就 比較便宜 便宜 再便宜一點 可是便宜也沒有便宜到哪裡去 也要三四千大幣了 為了求生存 真的生活很不容易 我呢 是這兩個國家 日本新加坡 這個 對 一個而已 就是 對 好像綁手綁腳 你要做什麼 傳統規矩太多 對 就是 妳有多不守規矩啊 不是 我覺得 你看就是 聽他們講的 日本 在日本上班要幹嘛 一定要怎樣 看到人要怎樣 新加坡就是 那種法律的 然後垃圾 丟個垃圾 然後被衝撥 然後被罰錢 妳不覺得很刺激嗎 隨時會檢查 隨時會掉 這樣子很乾淨 像超市這種人 他就出現在新加坡 就是很危險的 對 一定會被罰到罰了 一開口就被罰了 對 好 那就不然來問問大家 你們最想當在座哪一國人 來… 台灣… 看一下 韓國… 你看韓國人啊 韓國… 台灣… 新加坡… 韓國… 還是有韓國… 韓西啊 住在台灣的日本 就你本人嗎 不是 然後越南 越南跟韓國 欸… 這有點意外 我以為大家都想要換當另外一個人 田中你為什麼那麼想要當日本人 賴在台灣 我還是想要當日本人 可是 不想住日本 我也是 那你為什麼不直接當台灣人就好了 對啊 為什麼賴在這邊呢 對啊 沒有什麼不好嗎 因為是台灣是… 我喜歡住國外 可是台灣的話 就是剛剛講的一樣 就是台灣是很像自己家的感覺 對 台灣對我很好 可是有一個外國人的感覺也是可以留 對 就是怎麼講 比較好的 嗯 比較好的 剛好的 就像你這樣也可以在台灣活得好 然後這樣子 好好說話好不好 小師 我的台灣 雖然你滿愛泰國的我先講 但是如果說可以選的話 換換口味嘛對不對 對 就是想要當台灣人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第一個台灣最安心的地方 安…就是 安全 安全…安心都有 對 然後再來的是 因為我本身就很熱心 對 本人就很熱心 也是還滿適合當台灣人的 再來的是我最喜歡的是台灣 對 人選在台灣我覺得 我覺得在其他國家還可以 就是用不太到 自己 自己感覺有 但是人選在台灣真的是 可以用得到 感覺好像我們自己的想法 我們的人是我們的 對 然後在電視上想說什麼就說什麼 對 真的 對 真的 因為我覺得其實這樣聽一下 我覺得每個國家都有它的好壞 對 但也真的謝謝你們這麼喜歡台灣 其實聽到他們也是講 那台灣的好啊 他們喜歡台灣的地方 都會覺得特別的感動 對 沒錯 而且今天呢 我們可以證明了 我們很愛日本 而且我們很愛田中 謝謝我們 怎麼啦… 剛剛要推出來了 你今天會走心嗎 我們今天講的是日本不是你 你不要覺得 不是我嗎 我不是講的 是不是 OK 好啦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謝謝 來到T.O姐妹會 下次見 拜拜